那我们继续逛市场炒料子 底下这时候顶热闹的 有点脆色 但准不够 我们继续走逛一下 这些都是比较普通的 少也没有对的就直接过了 因为市场也比较大 就是我们逛料子也要讲究个效率 12块石头切的带好了 肉冰种 而且几乎看不到链 没有些许小绵点 切住这表现货主应该蛮开心的 有大的 给了一块五块 冲他不行的话 我们就合一手 搞的 今天跟几个朋友一起逛市场 有碰到合适的 偶尔我们也会合一下 很正常的 自己干净的就自己来 看一下那个杂质不够了 有三次 有的杂质 老汉边的 冰要多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的 棉还是有的 这东西有棉市场上一样给辣面 只要那种水底色一样 连给边皱的都不算 还是老台子 老板说 棉给过多少多少 货位带多了 我们也没有谈 双材料只带花 这份多少 老板 中水 落花往上一点 大大小小二十来斤 这个料子以前我们也住过 搞不定啊 给到这个价 满色的界面 能看体质还是有点涉滑的状态啊 就是还没有完全容易底 只要容易底的话 涉就整底匀了 有品质的 不过这个货型我们是很喜欢的 我们上次把那个切完 我们那个切不了 切不了 是吧 也是这种底色 是吧 一模一样 就是这种做法 就是这种 中色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色 中色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这种色不便宜啊 然后加点 给了六万五 一个 好 好 给了六万五 有种有色也有棉 说给了六万五 来咯 蹦到两个冰羊绿 定格给大家感受一下什么是冰羊绿啊 户主上面还画了线 估计也是绞尽脑子想了很久 大面不用想了 就是能出大面也是小 而且非常的商料 所以还不如直接卖材料 老料子油性十足啊 像不像啤酒瓶 很多凹坑的位置都是挖绵挖脏出来的 这个光线拍暗啊 食物看着有点变黑 如果能出大面 这个不得了 以托相见以后 颜色恰到好处 旁边那个蛋面跟这两块不是同一个料子 这两个小料子总水要比那个蛋面要老 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最终的啤酒瓶是什么样子 上场有拿啤酒瓶来做文章做比喻 今天食物给大家看到了 这支腻度感觉跟蛋精力好时有的一片了 可惜翡翠没有活彩 也就是客类精力宝石通过多面一个打磨工艺以后出现光怪陆里的光彩 一说是活彩 可惜翡翠没有这个特性 还有一点就是翡翠的内含物比较多 一少有拿宝石结构的工艺拿来做翡翠的 但翡翠有翡翠的魅力 翡翠的色彩丰富 低彩也广泛 价格高低都有 加上国人总部至今对玉器都是情有独钟的 翡翠在我国是比较上销的 我们看一下这块王家链 开7万 表面已经拉了光了 bling bling的 薄的位置都已经起冰了 黄色做山底 翠色雕树木 一个精品三子小百件就出来了 百件这个板块这种垃圾大百件崩了以后也开始趋向于小精品了 再加了两个 搞定 这一期就拿了两个变料 品质还不错 好了 也收获回去咯 我们先来看这个小的 进冰中的 翡翅细腻紧致 翡翅精爽美观 可以整个做个粒粒的葫芦 也可以对半开做两个小葫芦 虽然不大 但有品质的哦 估计也可以加个几十或一百多的金构头 这个翡翅届时招人喜欢的 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件 第二件也是一样的 带点淡淡的蓝底 一直干净细腻 这个陈列打掉它就是了 可以做一个手牌 这种料子可以想象得到的啊 这种手牌做出来交润交润的 都舍不得在上面雕过多的纹饰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帮忙点个关注点个赞 下一期再见 拜拜